今年在洛杉矶能看到这样的房子还真是不容易 这周围很多很多的公司完全不缺房客 甚至旁边就建了一个豪华的大公寓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咱们来看这栋房子 这个是一个三房的户型 在这里面有两房也有三房的 一进门在一楼这边有一个独立的卧室 外面就是pattio 然后有两扇很大的窗户 而且还有一个独立的卫浴 在这一层还有两车位的标准车库和一个衣橱 就是这两扇门 上到二楼之后这里是饭厅 然后有几扇大窗户和一个大推拉门 外面是一个比较大的阳台 这边是厨房 大导台 还有它的橱柜 这边就是客厅了 也是两扇窗户的 所以它的功能区划分的特别的明确 这种设计也很受年轻人和家庭住户的欢迎 三楼上来这边一个小客桌 洗衣房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次卧 次卧有三扇窗户 在这间次卧里呢 有它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卫浴 这些户型都挺好 每个卧室都有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卫浴 现在呢 咱们去主卧看一下 进了这扇门呢 就属于主卧了 这边呢 是它的独立的卫浴 还有这样的一个大衣橱 步入式的 双水盆的一个设计 大镜面 这边就是主卧很大的一个空间 这间房呢 有四扇窗 提供采光 而且它的层高是很舒服的那种 整体这样的一个户型 对刚需家庭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 而且呢 交通方便 四通八达 去年呢 找到两个这样的 今年就只找到这一个 具体的呢 可以看我的朋友圈 或者单独来问我 而且呢 这个是刚刚开 目前还是最好的时候 感谢您的关注 谢谢